解说原因调侃张振林及其母亲被暂停结束半年 这个处罚严重了吗 我们平时都说罪责相当 我们先来看看这所谓的罪是什么 在比赛中形容张振林的失误是要传给他妈妈 应该马上一直到了布图 也改口说是玩笑 我们先来看一下是玩笑吗 从他的社门可以看到 他开这种所谓的玩笑不是第一次了 我认为是被带节奏之后的偏见 而且不论他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引导 已经开始有人有组织的再次攻击张振林及其母亲了 这完全超越了篮球层面 衍生到了个人甚至地域十足的饭圈行为 而且作为一个平台的解说员 在提供专业赛场评论的时候 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是责任也是义务 三天一见体育总局开会 坚决抵制畸形饭圈软化侵蚀体育领域 总局赛之前CBA官方也发布了总局赛文明棍赛的倡议书 而这个解说员在风口浪尖之上破坏了两队 在场外相对和谐的氛围 而且让饭圈行为在半局赛之后有了复苏的迹象 这以上两点都是加重处罚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他受到的成熟吧 暂停某平台解说半年 这半年包括这赛季满打满算五场球 下赛季开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期间没有比赛 所以说他实际受到成熟 只是暂停了某平台解说一个月的时间 而他得到的呢 大量某地球迷的支持完全破圈 可以看到他的社媒 不少留言称让他直播给他刷礼物 甚至他可以跳槽到另外一个平台去解说NBA 热播撞麻了 最后谁亏了呢 只有无辜的张震运及其母亲